每一期的节目 可以邀请三位学霸来到现场 跟我们一起分享 他们成长的快乐 青春的风采 当然我们现场还有很多 年轻的朋友们 欢迎各位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舞台 在学霸的对面 还有上进团 顾名思义啊 上进团也就是 无论在上学还是上班的时候 他们都特别上进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 欢迎上进团 有请 欢迎三位来这边请 三位先跟大家认识一下吧 好不好 好的 大家好 我叫豆豆 那我今天很高兴来到 学霸是怎样练成的 因为在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就是做最后一排的那个学生 所以今天我希望 能够通过他们的一些经验 让我往前做几排 中间这位一直沉默不语 你觉得你和上进 有什么关系吗 我看你这些后进生啊 你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姜涛 今年三十岁 我呢 我小学初中是学霸 但到高中我有点衰落 以至于我到后来上了一个两年的大学 你刚说你今年多大了 今年三十岁了 你不许隐瞒年龄 我们这是面对全国观众播出 你要四十五就直接说好吗 我 来 倩妮 大家好 我是贝倩妮 我今天来呢 主要就是见识一下现在年轻的学霸 完了回去以后呢 可以争取让自己做一个更好的妈 行 那我们俩一会儿可以好好学习了 好的 好的 来 三位请坐 上进团来了 这个接下来大家最期待的学霸团就要出现了 看一看第一位学霸究竟是谁 她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胖子 哪有这么远的学霸 我觉得她是一个眼睛很小的死胖子 我老分不清她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她是文史功底非常好的理科博士 她对上下五千年以及各个成语的典故 野迹杂文都相当的有见地 非常的熟悉 如蜀家珍 她一定是学霸 对我来说她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我们曾经穿同一条裤子上同一个战场 不过她拿枪指着我让我冲的那个人 包括呢 她是一个特别自恋的人 她是一个呢 会残酷压榨自己好朋友的 她让我一个博士生给她发传单 但是呢 现在还没有发工资给我 说了这么多 我们要看看庐山珍面目了 有请包坤 欢迎她 大家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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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说你是什么小眼睛的死胖子 谁干的好是谁说的 怎么能这么说呢 明明就是特别小的眼睛的死胖子 我只能说看完这个视频以后 我奉劝大家交友要慎重 但是我看你上来你有点怪 对 你拿这什么意思呀 你知道吗 我们学霸之间对话 是要先吸一口仙气的 这么麻烦啊 对啊 还要吸仙气呢 周老师 先吸口仙气吧 好吧 你确定我能吸吗 绝对 这个专门给凡人吸的 因为你不是学霸嘛 你吸了一口就变学霸了 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有没有 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 怎么会 谁在明俊临上升了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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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无害的 首先它是一个氦气 它是除了氢元素以外 最氢的元素 所以呢 你吸到口里以后 它会就是取代空气 所以它的共振频率很高 会把你发声的时候的 高频的部分加强 我觉得我本身就是女生 就是频率加强也没多大意思 对 我认为如果男生变个声 可能会比较有意思 要找一个特别声音低沉 对 很阴险的人 对嘛 好像我们台上正好有一个对吧 那江老就麻烦您来一下了 江老 好 好 我怕 我怕江老一会儿飞起来了 坐 欢迎收看那个 学霸是怎样练成的 我希望电视机下的观众把梭都调没 只留安徽卫视 那这很神奇 对 我告诉你 你以后你三十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吧 有了我不是两年前的我了 你都要女朋友了 谁这么不长眼啊 我还不长 你回去坐着吧 回去坐着吧 真替那家姑娘着急啊 对 包括你看 你一上来就用学霸的方式把我们给震了一下 是 连这个六十岁的人都烦老换同了 但我知道其实你的功效不是在今天 你这从小到大就很厉害啊 算吧 算吧 高考的时候是 高考是长沙市第三名 第三名 对 然后 看花 就从小到大数学物理都比较好 拿了很多奥赛的金牌 金牌啊 对 就国家的 然后呢 然后我交大毕业以后呢 拿到了康奈尔大学物理系全额奖学金 我觉得通常呢都读到博士之后了 你只能在实验室啊 只能继续做研究啊 你肯定也没有别的富富多彩的就业机会了吧 没有 我现在已经 我半年前出来就自己创业了 你还要创业啊 对 我跟你讲 不是我吓你 创业呢都基本上是那种大学没有毕业 然后自己在车库里搞了个小公司的人 才能够成功 博士创业真不看好耶 真的 不过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到Pre-A轮 就估值已经差不多要到一亿了 多少美金的估值 一亿 一亿 一亿它是美金嘛 对 过去坐着 那边 那是你的位置 一亿美金不是应该有一个皇帝宝座吗 那边坐着 就那小板凳 好吧 不行 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先喘口气好吗 我担心下一位出来 会给我们更长周的打击是不是 来认识一下 下一位 我记得有一个月我很久没有见他 然后有一次见到他 他跟我说 他已经一个月大概五点多钟睡觉了 一直在同时准备很多很多的东西 他出现各种高端场面 大使来访北大 银行部长 国防部长 他都经常出现在那个会议上 所以他给人感觉很高的很高端 特别二 特别疯 特别疯 然后特别扯 特别逗逼的人 这一次是他的一个扭扣掉了 然后他就问我 小萌 扭扣掉了能用五零二占吗 然后我们都觉得 你真的是考来北大的吗 起过很多万号 正能量元七少女 其实他还有一个外号 正好张光道 他特别容易摔跤 他经常出现这种事情 啊 摔 摔 所以他在我们心中 一点都不女生 好 欢迎张琳出场 有请 大家好 我是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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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好 你说长成他那样的做学霸 我们也就算了 是吧 这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先走了啊 不是 你 你这么漂亮 你怎么能当学霸呢 张琳 你他刚刚说 他当年是长沙的这个 炭花是吧 第三名 你高考的 我比坤哥逊色一点了 我是广东省 然后前十 对 省的第九 你是广东省前十 你比他逊色人 长沙市的 很热 还有高考的分数是 662 好 好 今天是多少分啊 我 你一点不偏科是吧 我高考考了四百五十四 不是 深了 大家别 他也不偏科 他所有的科都平得在底下 他也不偏 我高考没有发挥好 紧张 然后是北京大学录取的 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然后我是今年七月份毕业 我知道你现在他已经要卖出国门了 有好几所大学已经给你提供了 哪几所 说出来 告诉他 下午下午 我是今年八月准备去那个美国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读硕士 然后同时我也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提供 天哪 幸福 贏了 赢了 刚刚我们说到了 其实在大学里你有很多傲人的履历 比如说在联合国经常还出现 是吗 因为我读的是国际关系学院 所以我们学院可能会比较多的这样子 接会接触联合国的一些活动 这个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 我曾经担任他的个人陪同就翻译 就跟他一块在钓鱼台国宾馆然后开会 然后我曾经还受邀参加 对 去巴西参加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大会 就是一个特别邀请 然后在那里见到了很多的总统 然后 对 部长 看看人家 说到这儿呢我们觉得特辉煌 特让人羡慕 但我不得不提一下 刚刚好像有很多女同学都说你有点二吧 是吧 对 刚刚还有一个说她就是穿平底鞋走平路 还老摔跤 就是大脑可能特别发达 但是小脑是不是需要的 是 肯定脑子是有点问题的 对吗 你就承认她 但是你得说说 你得说说怎么说你二啊神经啊 会不会都在说你坏话呀 对 我觉得就学霸有很多种嘛 就有的人就是学习中的霸王 有的人就学习得很霸道 我觉得今天我就想给大家展示第三种 就是学习得很霸气 就是教你如何逆袭 就是说你一开始并不是一特出色的是吧 对 后来逆袭了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女生啊 在人堆里总是遭人记恨的 长那么漂亮 还那么霸道和霸气 那坐着去啊 这样不得气呢 怎么聊啊 怎么聊得下去 我希望最后来一个能安抚我们受伤心灵的啊 希望她别太霸道 也不要太霸气 一般般跟我差不多就行了 认识一下 师兄和她是北大哈萨克之光 达夫哥们帅啊 蛮帅的 挺热情的 然后特别妖然 达夫哥她身边的美女非常非常多 不是很多 就是相当相当多 啥时候达夫哥也能够介绍一个人就好了 就舞池里面都是人嘛 然后达夫哥一上去跳舞 然后开始一个720度旋转 然后所有人都不跳 他当时从本科保研的时候 是第一名的成绩 那我绝对兴趣了吧 又能玩又能学 一个对学习或者对学术特别专注激情较真的一个人 有请达夫一江出场 谢谢 新疆的小伙 你是在内地上的学是吗 之前是在新疆 然后高中是在江苏上的 但是你普通话说得非常好 谢谢 真的 那高考的时候是在新疆参加的还是在江苏 没有 最后在江苏 在江苏 然后之后又在北大上了研究生是吧 对 那个是宝宋的 对 宝宋的 凭什么宝宋 就因为帅吗 凭什么 对 因为当时其实也有考试啊 什么的 所以自己也很想继续学 所以就想继续读 哎呦 跟这三位学霸聊完了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确实是有点低落了 但是 没关系 我相信他们的人生当中肯定也有一些问题的 哪有那么完美的人生 都给我们展现出来了 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非常有意思 叫学霸的世界 你不懂 想知道学霸是怎样练成的吗 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 摇动手机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学霸是怎样练成的官方微信 获取学霸宝典和学霸的学习笔记 还能和专家一对一的互动 解决孩子的学习难题 同时呢 您还可以登陆当当网 购买我们的学霸宝典电子书 大家都会好奇 学霸之所以成为学霸 是因为真的他们天资过人 还是说后天在悄悄的努力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探究竟 在学霸的身上 我们附属了一些标签 这个标签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 所以上进团的三位 要透过你们的火眼金睛 今天在现场来猜一猜好吗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 那个肯定是包坤 读书期间赚了一百多万 好 请你选择包坤 三汤 应该是包坤 因为你不是富二代 痘痘 两字包坤 三个人都选择了包坤 包坤 是你 你就站起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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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是我 是我 都开对了 这个读书期间指的应该是大学期间了 对对对 大学和我念博士的时候 那是在哪呢 在美国 我在美国 那我就放心了 你赚的是美国人的钱 对对对 真的是有用的 在美国赚的多 主要是因为交那种小朋友 然后出高中生做那种掩饰实验 我好奇啊 就通常一个学生拿到第一笔钱的时候 他会好好的计划怎么用这个钱 你怎么做的 我拿到第一份钱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去必胜课 点了三个最大的披萨 因为我从小很喜欢吃披萨 但是以前你知道 披萨很贵的 对 就没有钱去买 然后一直到时候拿到第一份工资的时候 我就去买了三个一个人吃 我吃完三个披萨以后 我后来闻到那个起司味道 我都想吐 不管你怎么说 包括你今天来了 你都用那么多赚钱的方式 你怎么也得交我们一两手啊 你那小实验啊 就是魔术式的是吧 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教人家做演示实验 然后赚钱的方法 赚钱的机会来了 来 欢迎来到包大人实验室 包大人您好 你好 包大人辛苦了 包大人您拿这么多饮料来干嘛呀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实验的材料了 接下来我们会请三位漂亮的女士 来做这个实验 三位姑娘来吧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里呢有三瓶可乐 然后呢我们有软糖 有白砂糖还有沙子 你们呢可以凭自己的喜好 选一个你喜欢的材料 然后呢到时候你就拿着它 夹到可乐里面 这个 好 每个人选的都不一样 选好了吗 嗯 这是根据你们自由意志选的对吧 那到时候如果有任何事故 就不要找我 好吧 而且各位的保险都已经买好了了啊 接下来你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瓶盖打开 然后抓一把这个 你们选的东西放进去 好 好 好我们一起抓 我们一起放 123放 哦 哦 什么意思啊 我们有看到喷泉出来有没有 不是这关键是特吓人 这 这就是这个实验有意思的地方 对吧 大家看到小小的东西放进去 如果是水的话 就应该还好 不会往上面喷 是 那它之所以会喷出来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有酸进去 让它分解二氧化碳 而是我们有这个催化剂 这些所有的这些小的东西 其实这个糖大家看是一粒一粒的 但它其实是一个多孔材料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小的孔 哦 所以这些小孔也好 还是那些白砂糖也好 还是那些砂子的颗粒也好 嗯 放进去以后 就会有一个催化的作用 所以啪一下 暗氧化碳就会吃 这个好玩耶 回家我就给宝宝弄一下 千亿我们回家就给宝宝变魔术是吧 好的 掌声献给包大人 谢谢三位美女 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有一个更壮观的 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一个小的喷泉了 对吧 想不想看一个更大的喷泉 需要散吗 先借我一把散行吗 接下来场面更壮观 接下来场面是史诗级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 包大人又开始准备第二个实验 对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有趣的实验 这个实验是被 曾经被美国的连线杂志评为 全世界最有趣的十个实验之一 然后呢 我们以前化学系通过这个实验 招了很多化学系的学生 他们就是看到这个实验 对于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心情 你特别跟我讲我亲自来 对 看我能让爱上化学 那现在呢 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选一个红色吧 你把红色的倒进烧杯里面 我们给它上点漂亮的颜色 然后呢 你把它搅拌一下 可以 接下来呢各位 睁大眼睛 是怎样啊 有没有 这就是天下的颜色 对 而且它是粉红色的 小朋友很喜欢 对啊 其实科学我们不仅可以用来做研究 也可以用到生活中 这就是什么原理呢 背后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双氧水 它其实就是水和氧气组成的 它平时我们用来做漂白剂 但一旦我们加了点化钾 其实就是我们盐的一种 会有一个剧烈的反应 然后我们再加了洗涤剂 所以整个氧气膨胀以后 把洗涤剂发泡 就会变成一个大蛋糕了 哎 我觉得我的孩子 如果从小就接触这个 他一定对这门学科就有兴趣了 对 而且让我们也看到了 一个我们概念当中的理科宅男 他的内心也有一个童话的世界 是 太美好了 谢谢包大人 谢谢 谢谢 我们来看第二条 一个月内考试成绩 从不及格 到接近满分 哎呦 这个多难啊 一个月之内 江涛你觉得是谁 我选择张灵 因为她 她刚才说两个特点 又摔跤又啥的 那就是她了 是 是就这么定了 我觉得这个题面啊 就是首先要 要从他们三个里面 选出一个可能会不及格的人 那这个人我觉得 就是打武力江 就长成这样 你必须不及格 对 你必须要不及格一次吧 给个面子啊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张灵也可以不及格 只有包括你可以 可以一直及格 我长相允许我一直及格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揭晓一下 看看这个 还考试不及格的 到底是谁呢 三二一 请起立 我跟你说张灵你真的 你在这个节骨眼上 一定要站起来 这样能安抚很多 少女的心啊 你说那些女生 多生气啊 长得这么如画似玉 学习还特别好 终于找到了 原来不及格过 你怎么不及格了 我就是高中的时候 我是文科生嘛 上理科的时候 我们要参加会考 我就从来不看理科的书 我就只看文科的 就开始写作业 或者做试卷做别的 然后第一次就是模拟考的时候 我记得我只有化学是 拿了八十多分 然后物理和生物 都是不及格的 然后呢我就开始一个月的时候 就开始先把书找齐 我就说我们 都一样书上就写俩字自己的名字 张灵人 书放哪儿都不知道了 没有没有 当时我的书还没有写名字 全新的我就开始拿出来 就是那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看 然后最后会考的时候 我是满分是一百分吗 一共三百 两颗一百一颗九十七这样子 一共考了二百九十七分 对 从不及格到二百九十七分 就是别人考试前开始复习 他考试前开始预习 居然还考出了阶级满分 真的 说出来比不说还气人 是 别哭了 别哭了 是 包括像这个就是 很多人就觉得是天才 看几遍可能就觉得OK 那对我来说 我就是一直就是那种 很积雪的状态 就做什么 如果我认定了 我就会拼命去做 然后就拼命地告诉自己 OK 我是能做得到的 然后不管多难 我都得做得到 而且不管是学习 好像是生活上的卡 我都能就是挺过去 我之前录节目的时候 因为一道儿歌的就是 题没有答上来的时候 当时我在网上 很多人就是质疑啊 就说哎呀 你怎么智商就 就这样子 你还上去答题 你怎么当学霸啊 怎么进北大啊 当时我的时候是大二 就是没有人 这么就直接的就是抨击过 就当时特别玻璃心 就是把网上 一条一条的评论 就是一条一条看完 看到凌晨四点 然后看完就算了 就还每一个的 去跟别人回复说 真的很对不起 就是我没有把这个做得更好 因为对不起北大 或者对不起你们对我的期待 就每一条微博你都回了 对就是而且我是特 就是除了在就官博底下 看到那些评论 我还自己去搜自己的名字 然后去跟别人道歉说 哎我真的没有发挥得很好 下次我会做得更好 就其实那个时候 就真的就是心里 特别的难受 其实就是学霸 内心也是比较脆弱的 看到这些评论之后 突然发现 承受起来挺艰难的是吧 对 但我觉得就是人生的每个经历 都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成长 学霸不好当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 他们可能有 学霸的光环和那个称号 所以别人会用放大镜 来看他们 就觉得 每一个方面都要求特别 对 尝试也要有 然后学科专业知识也要有 那接下来 我们要通过学霸的身上 学到一招两招 所以要看一看 学霸都有什么宝典 哎 我觉得好像学霸 有时候并不是 生下来就是学霸的 开始在后天当中慢慢的积累啊 总结 达尔丽江你有什么读书的经验啊 就是高中的时候 文科生就被政治历史 我是那种必须要把它读出来 我才能记住的人 而且我就越读声音会越大 然后 你不是默念的那种 不是那种 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地方 然后把别人都吼走 就是自己一个人呈现其中 再能把它全部记下来 好 那我们今天大屏幕上出一段 让达尔丽江用她独特的方式 给大家朗诵一下 来 整体与部分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我们要坚持整体与部分的统一 整体是居于 居于什么 居于主导地位 整体统帅部分 要求我们掌握 系统优化的方法 着眼整体统筹全局 整体与部分又是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的 关键部分 对整体要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要求我们搞好什么呀 搞好局部 使整体功能发挥最大化 要喘口气 我现在整体有点晕 部分功能有点紊乱 就是用这种 就刻意强调重点的方式 让自己有记忆痕迹 而且是大声地念出来 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我们现场 我们要来做一些实验 比如说 记这个英语单词 是很多人很困惑 觉得非常麻烦的 那我们会先来一些简单的单词 在大屏幕上出现 考一考我们的上镜团 看看你们的记忆力如何 好吗 请放大屏 好 时间到 你们嘴张那么大盖着吗 三位一致推选一个记忆力最好的代表 请上场 江涛同学 此时此刻我只能做一个男人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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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时 开始 第一个是Apple 第二个是Bunada 第三个我就不懂了 我在最后倒数第二个看一个Orange 几个了 三个了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什么Vemma Carrie 什么 还有Carrie 还有Mary 还有Tom and Jerry Carrie Mary Tom and Jerry 这个我们出的是相对非常简单的题目 接下来让你们看一看 学霸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张玲请准备 这次我们给你准备的题目 相对难度就大很多 是GIE的单词 听起来好恐惧 就是那个什么哈佛录取了 哥伦比亚录取了等等都录取了的 GIE 群姐我可以提一个小小的那个什么 就是现场的时候大家 比如说来点掌声会来点音乐吗 没问题 对 因为我记忆的时候 比较习惯 需要有刺激是吗 对 来 掌声音乐声响起 请放大屏 掌声不断 Maya 这什么意思啊 M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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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等一下 我想问一下 放的确定是英语单词吗 我再一个都不认识呢 可以开始了吗 OK 我试一试啊 来 预备 开始 Pulverized Pulverized Crestfallen Inredimable Slumberous Categorical Atonement Impermeable Hibernation Belligerance Belligerance 是好逗的 是真 Belligerance And Capricious Parnatious Rambang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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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pidation Stagium Pulverized 好了 请坐张琳 刚刚在记忆的时候 其实就 这里边有一个技巧 就是我在看的时候 其实在编故事 就是靠脑洞 靠想象力的时候 再把这些东西串成一个故事 这能有什么想象力啊 就是这个故事不一定符合逻辑 但是把它串起来就很容易记 在一个impermeable的洞里边 有条蛇在冬眠 这条蛇睡醒之后 就会非常的好斗 然后好斗会导致的一个结果 就是Rambangious 然后因为骚乱 这个世界里边人的眼睛 可能就充满了恐惧 然后恐惧所看到的世界 就是阴暗的 然后在这个阴暗世界里 我们需要一个博爱的人 你给大家笑就是 非常没有逻辑就是 没有逻辑 我觉得非常有逻辑 这个好不好 刚刚一直在串那个故事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不容易 我说我们背单词也算 咱还得写篇作文 是吧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 你怎么把它合理地串联起来的方式 对 就比如说跟大家一起说啊 我们说到破釜沉舟这个词 你马上会想到一个人 对 项羽 项羽 然后项羽又 他是在这个战争中用了这一招 破釜沉舟 制止死地而后生 其实韩信在井行之战 也用了类似的方法 对 就是同一词叫做 背水一战 对 背水一战 我就继续想 哎 这个斧字好像有点难写 然后我就从这个斧字出发 发散 跟斧有关系的成语 斧底抽心 对 斧底抽心 继续来 斧底抽心 心是啥意思 心就是柴火 柴草 对吧 心的成语 卧心长胆 非常好 卧心长胆 好 我最后这个成语是 卧心长胆 最开始的是破釜沉舟 我把它连成一个对联 蒲松林的非常著名的对联 有智者 市敬成 破釜成舟 百二情官 中属楚 苦心人 天不负 卧心长胆 三千月假可吞 我全连起来了 当然这个需要你之前看很多 就把它用一个非常合理的方式串在一起 你就会觉得 我一下记了好十几个成语 其实我今天我都惊得了 我都 你知道让我回去 我怎样 接见我以后就是我儿子 我闺女 我有一个特别适合江涛的学习方法 就是你要像达武力江那种 你要懂得知识太多了 对吧 我们有很多记忆的时候 有很多谐音的吐方法 比如说我将你化学好了 假盖那美女 心铁锡千轻 童巩银钵金 你这样知道 你听这很难背对不对 但我们有一个很巧妙的方法 假盖那美女 嫁给那美女 心 他适合他 对 心铁锡千轻 身体系千轻 童巩银钵金 童共一百斤 这个多适合你 没有嫁给那美女 身体系千轻 童共一百斤 剛剛他們說的方法 你們用到了沒有嗎 馬上再來一遍 看誰能記住好不好 還要再來一遍 對啊 再考驗一下 好嗎 用那個說故事的方法 來一遍可以 出的是哪一個單字 出的是極意的單字 還是開始的 簡單的好不好 來用記故事的方法 編一段故事 請開始 請開始 核桃乳領導者六個核桃提醒您 請開始 用那個說故事的方法 來一遍可以 出的是哪一個單字 出的是極意的單字 還是開始的 簡單的好不好 來用記故事的方法 編一段故事 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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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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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霸來了 千妮 你覺得今天這三位 他們都是我成長過程當中 一路以來都是要高山洋治的學霸 張玲基英文單詞的那個套路 也真的是太神乎其神了 打無力將吧 她上場的那一段舞蹈 就讓我覺得 征服了你 對 張濤你呢 其實張玲我特別佩服你 剛才你令我真驚待了 我希望以後我要有孩子的話 我真想讓她拜你為師 好嗎 好 逗逗呢 網上有一句話叫做 明明可以靠顏值 偏偏卻要靠才華 今天呢有兩個是明明了 還有一個不是 其實包括今天在現場 給我們那個包大人的實驗是 帶來多大驚喜啊 我們這有孩子的 和準備要孩子的 未來都是可以露一小手的 才馬上開始 網上有一句話叫做 明明可以靠顏值 偏偏卻要靠才華 今天呢有兩個是明明了 還有一個不是 其實包括今天在現場 給我們那個包大人的實驗是 帶來多大驚喜啊 我們這有孩子的 和準備要孩子的 未來都是可以露一小手的 好 謝謝 谢谢大家